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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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就說我要成為一個畫家 我希望我的作品裡面能夠像 不是單一的國夜或是單一的西夜 而是它是一個中西合併的交響夜 不斷地在重疊在我的畫面裡面 情感 大地或是心靈 其實借用歌頌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可以 讓人家很療癒的一個主題 我裡面的旅遊篇 就是我們去很多地方旅行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很美的景 那你回來以後 你用你重新的記憶去把它組合 你對當地的一種回憶 這一張叫親愛印象 那旁邊是西藏印象 我覺得西藏是一個幾千年來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沒有受太多文明污染的一個地方 它的人 它的環境 它就是讓你覺得離天很近 然後非常的安靜的感覺 但是他們又有非常虔誠的那個宗教信仰 那你去看他們的國教裡面的廟 看他們的大地的時候 你發現一大片沒有長一棵樹 但是它的水那麼藍 那麼乾淨 它的山 它的羊 它一群一群的 但我回來以後 我重新再經過組合 我覺得畫畫最好就是 你不一定看什麼就一定要畫什麼 而是你可以經過你的思考以後 你把它變成你心目中要的地方 那也許人家看了很多人是會共鳴的 那心靈的部分 我覺得 藉由創作的話 我們是可以虎惠自己的心靈 像藍吉夢 對我來講 藍吉更是眼不可及 到不了 但是我心裡想往之 那我就畫了它 那還有一張 我是畫那個不帶走一片銀材 一條龍往上竄身 其實這個都是屬於比較心靈上的 所有的人都希望成為人中之龍 但是終究生命是有限的 有一天我們如果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可以像龍一樣 就是很瀟灑的不帶走一片銀材 我就飛上天去了 那是我心裡的想法 那情感裡面著重很多 我覺得人生下來 你除了有親情 有愛情 有友情 那甚至可能還有很多的情感的牽絆 那這個情感的牽絆裡面 其實擁有很多的愛 那很多都是階段性的情感 那這些情感 也許已經不在了 也許已經過去了 但是在很多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這些情感多半 我是比較正面的能量 我覺得它是比較溫馨的 所以我在我創作裡面 我有歌頌很多情感的部分 那在材料的應用裡面 我應用我修復的一個很客觀的一個 很理性的一個材料的認知 去做的組合 所以我的畫裡面最後 我是用油畫去畫我的主題 但是在鋪層的時候是先有水墨 才有壓克力顏料 然後才有一層一層我做上去的激勵 那我後來發現 繪畫是可以這麼自由 而不是那麼清楚地去切割它 這批創作的裡面 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如果跟現在台灣議談 其他的藝術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就在於它對於材料的堅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它是在台灣非常少數的藝術家 畫布也是自己做的 基底材也是自己打的 顏料也是自己磨自己調自己上膠 所以它對於這個材料的講究 跟對於材料的這個思考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 從它作品裡面看得出來 那這些當然就是它自己 親自地製作這些材料 來達成它需要的形式上面的滿足 但是呢 那個在心裡面的那種創作的慾望 那個原初的那種想法 那個想成為藝術家的那種動機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被磨滅 因為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它一旦開始創作的時候 它的創作慾跟它的創作力 都是非常非常的旺盛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一種熱情 那我相信在未來 如果它繼續的走這條 藝術的這個道路的時候 應該還會有更多可以期待的作品出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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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